哈喽大家好,群霸 人的懒惰永无止境 所以小米重磅初级 在年末的时候推出这台大扫除尘器 就是我旁边这台小米扫脱机器人 The2 Ultra集成版 那它这次升级的亮点包含 4000%的吸力、四段变速 还有3D障碍避障技术 能扫又能拖再加上电控水箱 最重要的是 小米终于带来了集成 跟充电二合一的集成座 让你一个半月完全不用倒垃圾的 超大集成带,解放松手 那真的好用吗? 不啰嗦,我们今天带你一起平车 这台小米扫脱机器人 2 Ultra集成版 Let's go! 好,我们就直接来开箱 这次的箱子很大 机车它没有办法搬运 那请务必开车把它带回家 或者是直接上官网订购送到府 那它的内容物包含主机 集成座、集成带两个 还有电源线、水箱 重复用的拖布 以及编刷清洁工具 以及它的手册说明书 好,接着我们直接来看外观 这一次小米扫脱机器人 2 Ultra集成版 它跟先前的白色系不太一样 这一次走的是黑色沉稳风 那它同样是圆形的造型 那黑色镜面的材质啊 蛮有质感的 可是有一点会沾指纹 那它的集成箱跟水箱是分开的 那在上面只有两个按钮 电源键按下它会自动清洁 房屋键按下会返回充电 那如果你两颗一起按会进入到配对模式 那转过来看哦 在前端一共有两颗镜头 一颗是TOF感测器 另外一颗是LDS的雷射测距 那TOF镜头它可以准确的侦测空间资料 就是iPhone前面的那颗3D人脸辨识扫描的镜头 它是属于3D立体侦测的镜头 那在以往的扫地机器人啊 它只会用LDS去测量空间的距离 就是测量你跟我之间的距离 可是现在多了TOF镜头之后 它就可以判断障碍物的高低大小 也就是3D扫描 比如说像家具啦 电线啊 或者是各种生活杂物 那虽然这台扫多机器人的机身啊 其实已经算是薄型的机种 大部分的家具啊 它都可以轻松的穿过去 可是啊 如果碰到那种穿不过去的 TOF镜头会帮你主动判断 只要前方的高度不足以让它通过 它就会直接转向 那可以过就直接穿越 那在下方的左右两边啊 也都各配置一组悬崖侦测器 那它会随时侦测下降的高度 那如果侦测到高度有变动的话 就会立刻停止 接近的话就会转向 你看我放在桌上啊 它这样子走来走去 它也不会掉下去 那这一次最主要就是 配了4000PAT的强大吸力 而且它用无刷马达做了静音控制 简单说的就是 它的吸力变得比以前更大 可是噪音却变得更小 那同时它会主动侦测地板材质 那如果碰到地毯的话 阻力增加 它的吸力就会自动增强 那如果你打开上盖的面板 就可以取出集成盒 集成盒里面有HIPAA滤网 可以避免二次污染 那机身配备的是 5200mAh的大电池 充电一次可以大概打扫 72平的空间 那我自己实测啊 我家里大概是25平的空间 只花了18%的电力 所以非常够用 那现在其实你也不用管 集成盒到底有多大 因为你有这台自动集成盒 所以只要它回去充电 它就会一口气帮你把 所有的灰尘全部一口气吸干净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台集成盒 集成盒同样都是黑色的造型 它的充电盒这个地方 是采用斜坡式的 当你的扫拖机器的人啊 扫完地的时候 它会慢慢的滑到上面来 反加进行充电 那充电差不多3秒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启动这个自动集成 从下面把这个灰尘全部一口气 抽到集成盒上面 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台集成盒 我们先翻过来看 在背面呢 它有设置这个贴心的整线槽 你不用的多余的线啊 可以直接把它捆在一起 可以收得很干净 这边还有电源总开关 有一些配置啊 我都觉得蛮贴心的 那小米这台集成座啊 会比其他家的强 因为它是采用双风道 16500part的超强气流 当你扫完整间屋子 扫地机器人反加充电的时候 隔3秒 它就会自动把灰尘通通吸走 通过双风道一边吹一边吸 它一边吹就是从这个地方 下面有一个进气孔 从这边进气 然后再从另外一个地方出气 那相较于单风道的机种啊 可以更有效的清理集成站里面的 大型异物啊 像是开心果啦 橡皮筋之类 那很多集成站 它虽然标榜自动集成 可是它其实在集成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把一些大型的衣物清干净 那小米这台确实可以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集成袋 你一开盖 就可以把这个集成袋拿出来 其他家可能标榜30天不用倒垃圾 那小米的是45天 因为它的容量真的是超大 那未来这个集成袋 可以在官网上面买得到 目前还没有开卖 那等到开卖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报告 智慧电控水箱在这个地方 它跟集成盒是分开的 是独立的 那你要拖地 你就自己去装水 从这个地方装水 那它支援三段的电控水流控制 那它的湿度会控制在 看起来也有湿 但是两分钟之内会干掉的程度 但是它本身不能吸水 那机器人也不能去吸到水 所以大家如果打翻汤汤水水的东西 注意要用抹布先把它擦干净 再用扫地机器人去透过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实战 小米的产品大多数都可以用米家APP来进行远端操控 那小米的扫兜机器人2 Ultra当然也不例外 那这一台是台湾小米代理的 所以要连台湾的伺服器 好 现在已经把它放到集成站 然后来做第一次的地图绘制 好 我先按开始清扫 它在清扫的过程中 在第一开始地图还没绘枝之前 就会先用它的LDS雷射测距 以及它的TOF镜头 先预判这个空间的大概的位置 以及它现在能够清扫的范围 然后它会开始进行沿边清扫 也就是说它会先判断这个空间 它能够去的范围最远到哪里 之后它才会用Z字型的清扫 把整个空间都扫过一次 好 现在机器人已经差不多完成大部分的清扫 然后现在剩下82% 好 现在地图也要画好了 那现在这个是我家大致上的房间跟客厅的分区 其实也可以自己在手动再做分区 或者是你家如果有那种猫狗的宠物飼料碗 它小便大便的地方 那个地方也可以设定进去让它不要来扫 那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4000%的犀利 基本上这个犀利是为了地毯而生 如果你家里有很多的地毯 可能有养宠物 或者你本身很会掉头发 那你就需要这个4000%的这个犀利 所以我在测试环境中就直接弄了地毯 然后弄了一些常见的垃圾 比如说像毛发啦 各种的坚果啦 那我就直接这样子给它测试 它都可以直接吸得起来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那因为我家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地毯 那我又为了要测试地毯 所以我就趁着周末去淡水的一个饭店 然后把这整台带过去 然后去饭店里面做测试 那一般来说 整个饭店啊 你在入住的时候 它都会帮你清干净 那房屋人员啊 它其实都会帮你做清洁 理论上都是干净的 那这样到底能不能吸出东西呢 于是我就放着让它整间去吸过一次 吸力开到最强 打开一看 结果也是居然给我吸出一大堆有了没有的 那再来我也顺便在饭店里面测试一下 它到底可以闪过哪些障碍物 那一般家庭里面 最常把扫地机器人困死的一些障碍啊 大概就是拖鞋啦 脚踏垫啦 毛巾啦 袜子啦 所以我准备了这些东西来测试 那测试球鞋是OK的 放在地上的吹风机 诶本体也OK 不过电线就不行 垃圾桶也OK 它可以成功绕过去 那饭店准备了这个纸拖鞋就不行 那关于地电啊 我回到家 我又尝试了另外一种 那种下面有橡胶纸滑的地毯 像这种就可以完全跨过去 它不会纠缠在一起 如果你的毛巾或地毯 下面是没有止滑的 它就会跟着一起滑动 所以说我简单归纳出一个重点就是 2公分以上它会闪开 2公分以下它就会试图去穿越 可是如果你的障碍是可以移动的 它不是固定的 它就会跟它纠缠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家里啊 如果还是有这种电线啊 或者是那种可以移动的布 就要尽量避免 好地毯要选择有止滑功能的 那电线最好是在墙角把它固定起来 好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家庭必备的三大电器 扫地机 洗碗机以及烘干机 其中就以扫地机为家电之首 它真的能够搞定90%地面上的灰尘问题 不过这是指完美的打扫环境 那事实上很多人买这些扫地机器人回家 都发现不是这样 以前的扫地器器人全靠撞 到处撞 然后卡电线啊 卡袜子啊 扫没两下你就要去救它 那整天光是救它就保了 那最后还是自己扫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我觉得扫地机器人啊 除了吸力要强之外 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就是要避障 那避障这件事啊 就需要靠雷达感测 加AI演算法去完成 那小米扫地机器人 2 Ultra集成版 这次主要的升级就是避障 然后强大的吸力 以及自动集成 那这些硬体上的升级啊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让你更懒 不用因为卡东卡西去救它 那你也不用每次扫完就去倒垃圾 只要设定好排程 你在上班上课的时候 就让它自己工作 影片的最后我想要抽奖 抽这个红米的Smartband Pro 那这个是我在小米记者会拿到的 现在我想要送给大家 那请大家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分享 然后留言的范例就是说 你家里有几瓶 你想要用扫脱机器人做什么 得奖者我会公布在留言区 也会同步公布在我这一篇 开箱文的部落格里面 好 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全部内容 我是云霸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